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每週一股的環節 今天的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先生 Rafi 你好 你好 上個星期為我們推介A50中國基金223 可以說今個星期A股的表現非常強勁 連帶一隻A50中國基金整個星期都升了3% 但很可惜你建議買入價是10.8% 其實看今個星期的低位 其實都見過10.96% 問一下Rafi 你的意見 其實現在要不調整投資買入的策略 是的 我覺得的確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因為始終A股的勢頭來說 之後後市都覺得依然是看多理想 說變上連帶A50這個星期升上來的話 其實整體從A50的勢頭上看都是比較漂亮 所以我可以把我買入價好 或者我指示價都相對是定高一點 現在來看的話 買入價其實我都可以挨減11.2% 如果短期有機會回到這個位置都可以去買 暫時來說目標依然放12.04元 但指示位亦都順應是上條11元 好 大家要保持什麼時候去到11元 都和大家看看恆子同期的表現 升了2.17% 但A50的GIG升上超過3% 好 剩下時間介紹一下 今個星期Rafit 你會和我們推薦哪一隻股份 今天推薦一隻 之前大家都知道跌得殘的電訊股 就是中興通訊 但中興通訊以我所知 剛剛公佈的全年業績表現非常差 為什麼你還會推薦這隻股份 對 正正因為第一個因素 不當不少是因為去年全年業績比較差 但我覺得某程度說到 股價上是非常差的 可能股價上都已經反映了所有的不利因素 因為剛才說到業績差其實最重要是幾個因素 大家都知道如果從營業下去看 其實也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但相對來說 反而毛利率跌得比較厲害 去到兩成大 變成有一個明星暗跌的現象 所以正正主要是因為世界經濟增長放緩性 再加上國內政策等等 變相他們的毛利率和正利率都有一個明顯的下降 即是說他們去年需要去減價 去賣相關產品去增加市場 所以這一點是拖累到整份業績比較失望 所以業績出完之後 變相不斷去到走效波 再加上來講開支方面也有一個失衡現象 看回去年來計 其實全年開支特別是其他費用方面為例 由前年的7億多上升到去年16億多 即是差不多成倍那麼多樓上 所以變相這麼明顯的增幅來說 都很明顯見到管理層方面 即是開支上的管理是比較差一點 正正因為這個因素 令到股價其實由今年回來到昨天收市為例 其實是跌得非常弱的 很差的 你對比同業來計 亦都是比較弱一點之餘 譬如中通伏也好 中無線也好 雖然都有一個跌势在那裡 但雖然沒有中興通訊那麼明顯 而始終中興通訊也是國企指數成分股之一 所以變相比较國企同期的表現 其實國企指數有12%左右的增長 但中興通訊真的跌了近22% 所以變相在這麼大的差距下 我覺得現價上看負面因素應該都已經反映了 沒錯 其實你見到公佈完第一季的業績之後 其實大行就開始暴復這股股份 譬如瑞信也維持中興跑贏大市的評級 瑞銀方面也給他一個買入的評級 目標價還要28元 其實第一季的業績是否大行說得這麼好呢 其實第一季很明顯看到業績上是明顯改善了 剛才上一個因素是因為全年業績比較差 但到這一刻為止看回 第一季業績是剛才說到的 明顯完全改善了很多 因為正正來說 就是中興方面的策略上有些轉變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過往中興銷售是一些低檔 或者入門檔的手機為主 但今年開始計算 其實開始研發和生產很多智能手機 亦都看到這一方面的策略是幾成功的 在內地裏面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受歡迎程度 變相令到手機方面 只是這一方面計算 毛利率也有很明顯的回升 達到18.3% 當中除了一來受歡迎之外 二來就是成本方面的控制 因為正正他們這一方面 手機的供應鏈 由以前由國外的供應商 現在轉為國內的供應商 所以成本方面 亦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控制度 整體來說 變成了手�毛利率 達到2008元 雖然對比去年同期一季 有三成四左右 都是一個跌勢 亦都有一個差距 但對比去年全年來計 兩成八的毛利率 其實已經見到一個篩定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相對可以推介一點 而另一點 說到 亦都是首個業績見到的 就是成本控制方面 才能達到的 除了供應鏈轉為之外 其實見到其他的 譬如銷售費用率 甚至管理費用率 研發費用率等等 都很明顯出現下降 所以很明顯看到 公司自從去年 一個成本方面失衡之後 其實今年開始都已經 注重削減成本 以及提升效率方面的情況 所以整整來說 我會見到 就是剛才所說的 第一季業績有改善之外 再加上 對比去年幾季 過去幾季業績之後 其實很明顯看到 中興又有個反省的現象 你比較起來 過去三季 一一年的二三四三季 按年都有一個明顯的跌勢 但這個跌勢 去到今年第一季 已經開始有一個指調回升 兼且有一個轉變 更加來講 按年是升了10%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第二個 比較叫利好因素 去推動這個股份 正正來講第一季 已經見到 有一個相對比較明顯的改善 值得大家這一刻 開始可以留意 好 你剛剛看到圖表 其實去年二三四季 全部都是有一個盈利倒退 尤其是第四季 更加倒退 四成七 今年第一季 才開始有好消息的表現 我又問一下 其實我們只見到 第一季的情況 好像有改善之一 但我想問一下 二三四季的情況 你會如何預測 其實接下來 前景上看 都看得挺正面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 第一季實質數字上 有一個回升 有一個指調回升 現象之外 第二季打後 都覺得是挺理想 正正來講 都會受惠全球3G 和網絡擴展 和舊網絡去到4G方面 發展 總之3G和4G方面發展 接下來都會對中興 有一個很明顯的優勢 正正來講 中興業務 超過一半 都是來自運營商的網絡業務 而這方面的業務 相對毛利率 是為之高一些 相對是三成八 所以三成九 還有這些水位 所以這麼高的毛利率 再加上 佔收入一半的時候 變相 假設其他的網絡流動商 真的加達相關設備投資的時候 對他們整體的毛利 或者收入方面好 都是挺不錯的帶動 所以隨著未來 始終都要深化現在3G的網絡 再加上中興動為例 加達4G的部署之後 其實整體 我覺得中興通訊 前景上面看 是挺值得衝勁 但我自己有一個疑問 例如3G、4G 其實受惠的 我們會看到是中興動 但中興通訊的股價 一直以來都非常低殘 會不會是主要的風險因素 是的 股價上的表現 比較弱一點 當然這個是比較明顯的風險因素 而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視乎業績 我覺得如果剛才說到 始終前景上有衝勁 但也挺視乎 第二季 就是剛才說到 接下來能夠再進一步 扭轉去年倒退現象 如果可以的話 變相對股價 才有明顯的支持 而第二點 比較少少的風險 就是品牌效應方面 始終以國內品牌為主 暫時比較難和這個品牌 例如三星 甚至乎LG 樂器等等 去做比較 蘋果也是 整體來說 如果以手機方面的知名圖計 中興可能這方面比較順利 而最後一點 一個比較明顯的風險 潛在的風險 就是一個佛金的情況 看看第一季的業績計 其實這個數目是隱瞞了的 有2.5億人民幣的行政處罰金 正是因為子公司在巴西方面 有機會被當地的稅局 去追收這筆款項 但其實這方面 現在的情況發生成怎樣 就未知 暫時處於一個抗變的階段 未來有沒有機會被罰 都未知 但相對罰的時候 情況都比較 會有少少的負面 因為看回2.5億 那數是挺大的 相對第一季業績來計 賺1.5億的話 其實已經超出了1.7倍 所以整體來說 這方面都不可以忽視 我們可以想一下 他要賣多少部手機 才可以賺到2.5億人民幣 好 我問一下Ralphi 其實這隻股份 利好和利淡的因素都說完了 你會建議大家 買入價是哪個位置買呢 其實剛才說好利淡利好 之後都說了 其實中興都跌到差不多 都可跌 相對買入價來計 我只會調低相對少少少 入價來講 大概18.3左右 目標價 我可以移回50天線 大概50天線 21.1左右做目標 但是暫時指示位 可以先擺回17.2 暫時如果不跌穿 之前17.2低位的時候 變相都不用急著 你定價位就是4月27日的低位 謝謝Ralphi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多謝這隻763中興通訊 謝謝Ralphi 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我們直播節目 不要走開